因为在我心里面的话我是把他当弟弟 如果抛开感情来说的话 我应该是把他当弟弟的 就是我希望找一个哥哥 家人们 找一个能够压着我一点的那种哥哥吧 对 然后我以后会把阿伟当弟弟的 你们干嘛让我等他 等他干嘛 不要等了 对 我今天本来说要去那个 见一下那个叔叔的 本来今天说见一下叔叔 然后叔叔今天有有应酬 然后他说他晚一点来看我 我说那我开播了 他说没关系他说你播吧晚一点 我去看你本来今天白天要去找他的 然后今天状态也不是很好 今天也没有工作 在家里面躺一天 不会的家人们 以后你再等一等 然后回来我会把那个阿伟这两个字给屏蔽掉 家人们 但是我我屏蔽掉不是说我跟阿伟关系不好了 怎么怎么样的 而是 我觉得过多的再提他的话 可能对他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然后 我也不想让他去经历这种舆论压力 如果他愿意的话 他可以在直播间把堂堂两个字也给屏蔽掉 家人们说好不好 对我觉得我可以在直播间把阿伟这两个字屏蔽掉 他可以在直播间把堂堂两个字屏蔽掉 然后我们就 开开心心 然后过好每个人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 没有啊 家人们啊 我说这个东西真的是没有什么情绪的 嗯 我希望他好 知道吗 对 最好的是就是互不打扰 对 因为因为这件事情 我说 没有受伤 家人们是骗人的 我这么说 我相信你们也不会有人信 对不对 你说阿伟从这件事情中会不会有受伤 我相信也会有 就是就是每一次别人去跟我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可能都是一把刀在割我的肉 我相信别人去跟他提起我的时候 可能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难受的 我不能说很疼吧 但是肯定是很不舒服的 啊 因为因为我 因为我做了表白的这件事情 可能 因为他的一些言论导致别人提到我的时候 可能像昨天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骂他 所以说对他不好 家人们 我我说这样的话可不是说要跟阿伟绝交啊 或者是说 嗯 我生气什么的 不是的 嗯 我只是希望说 互打扰各自安好 这样子是最好的 这样子的话 嗯 大家都能少受一点伤吧 对不对 家人们 我还是希望他好的 真的 我真的希望他好 嗯 哥哥的话我也要走了 然后可能我们以后接触的机会也会很少 我会尽量避嫌的 家人们 嗯 我会尽量避嫌的 放心吧 嗯 我 我不想在一个感情漩涡里面 再让自己越伤越深了 家人们 你们说 嗯 你们说阿伟比哥哥好 我跟阿伟都不行 你们又觉得我跟哥哥能行吗 所以别乱点鸳鸯普了 反正不行 嗯 就这么跟你说吧 嗯 我跟阿伟不行 我跟哥哥肯定也不行 嗯 有没有阿伟 我不会选择哥哥的 我不会选择哥哥的 我会不会去选择 嗯 但是我会要这个爸爸 嗯 在这个家庭里面 我现在最舍不得的是爸爸 叔叔对我很好 觉得 嗯 叔叔 真的是 对我不错吧 当然 你说那是 毕竟是亲儿子嘛 家人们 对不对 那是亲儿子 但是有时候嘛 他也是替我说话的 很多时候他都会站在我的角度 去给我 思考问题啊 什么的 我觉得爸爸对我挺好的 然后 嗯 现在我要离开的话 我真的是挺舍不得叔叔的 嗯 叔叔真的好 真的很好 对我真的很好 那他怎么办呢 家人们 一个是儿子 一个是 像女儿一样的 哎 叔叔挺难的 家人们 你们别给叔叔那么大的压力 嗯 哥哥叫阿伟不接受我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吧 家人们 嗯 不管是说 你对我也不错 知道啊 华哥 就是 不管说是因为 小五哥的原因 还是因为 阿伟单纯不喜欢我 还是因为 嗯 他 有很多的顾虑 还是不管是因为什么 家人们 不重要了 知道吗 这都不重要了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不能在一起 就是不能在一起 要在一起 就是好好在一起 我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人 就是没有那么多的理由 没有那么多的借口 以前嘛 以前我去评价阿伟跟阿子的感情的时候 我就说 我就说 我说不要说什么爸爸不同意 这个不同意 那个不同意 两个人不能在一起 简单的说就是不够爱 知道吗 就是不够爱 爱可以排除万难 两个人没有在一起 就是两个人的问题 就是不够爱 所以家人们不要去怪小五哥 也不要去怪任何东西 就是我 就是我们俩不合适 就是我们两个感情不到位 就是这么简单 啊 然后这样的话 大家就放过 放过对方吧 我们就放过彼此吧 对不对 家人们 我不管什么原因 就是 我 因为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想要也是这样的感情 就是 我 我如果喜欢一个人 我就会像前两天那样 我可以站在一万人的直播间 跟他表白 我可以放下我的面子 呃 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不考虑任何的 其他的因素 然后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我觉得这是爱 爱是奋不顾身的 没有那么多借口 没有那么多理由 如果有的话 就是不够爱 对不对 家人们 就很简单 咱们就 把这个事 想的简单一些 然后 而且这个感情嘛 我觉得也没有 说分开了 怎么的 就 谁就是好的 谁就是不好的 不存在 真的不存在 嗯 这没有什么 谁好不好 如果非要说一个不好的话 堂堂不好 如果说 我够好的话 阿伟为什么不喜欢我 为什么不爱我 就是我不够好 嗯 我不去 我不去找别人的原因 对 嗯 然后我在粉丝群 我今天我也说了 就是我的点 我 我的点 可能 可能不是说 他 最让我难过的点 不是说 他不喜欢我 什么的 这个点 因为喜欢我 跟不喜欢我 都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可能是昨天的一些 语言 可能是 让我 就是 一下 好像有点 接受不了 或者怎么样的 就这个东西 可能 我感觉 有种什么 感觉啊 就是 就是突然 有人吧 就是给我 浇了一盆水 然后 从头 凉到尾 然后一下就醒了 家人们 知道吗 然后 我昨天晚上 在外面 是2024年的第一场雪 下着雪 呃 本来就有点冷 然后 人冷的时候 就特别容易 很冷静 我在那边站了很久 我冷静的 去想这个事情 那在我心中 我告诉家人们 我实际的 我的第一感受就是 我想回家 家人们 就是 我觉得 这个地方 我已经没有 归属感 我特别想回家 我今天 如果不是因为 叔叔的话 我可能就 回去了 嗯 就感觉说 嗯 没有 没有家的 那个 感觉 就是 其实我 一直在四川 我是有家的 感觉的 真的 我在这儿 不知道为什么 虽然我是一个人 但是我经常有那种 过日子的感觉 哎 就每天 感觉 到处都是 人间的烟火气 但是昨天 就觉得 这个城市 跟我好像 没有什么关系 这个地方 嗯 它 没有原来 那么温暖了吧 所以我就 我就特别 想回家 嗯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 你们不要因为我 太难过 知道吗 嗯 嗯 我也希望说大家祝我们都各自安好 祝我们各自安好 然后也不用 嗯 也不用希望说我俩在在一起什么的 家人们你知道吗 你们好心的去撮合我们两个在一起 其实是 对于我来说是一种 我不知道对阿伟来说是怎么样 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种二次伤害 虽然我这么说 家人们可能会觉得堂堂不识好歹 但是我说真的 就是说 在撮合我们两个 确实就是对我来说 十二次伤害了 家人们能懂我的扣个印 因为在四川家人们啊 我不认为说你在哪里有一个房子 哪里就是你的家 就像我在四川有一个房子 我现在住的房子 但是 它只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睡觉的地方 那家就不一样 那你可能在很多城市你都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你可能只会有一个地方 让你感觉的很像家 对不对 然后四川呢 就是我觉得这种 就是 就昨天晚上的那个感觉 就是 我觉得这里不是我的家了 我很想 回 回珠海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珠海我爸妈 该过年了 我爸妈一般在珠海 或者在三亚过年嘛 然后我觉得有父母的地方就是家 就这个感觉 如果说我父母现在在四川的话 我就会觉得这儿是家 但是我现在自己在这儿 我就觉得 有一个房子 它不代表这是家嘛 要父母在身边 然后有家人 有温暖的地方 然后就 就感觉才是家 所以 很想回去 对 我觉得父母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哪怕这个房子不是你的 哪怕是租一个房子 只要有你的亲人在 它就是家 然后 这几天 该过年了吧 一般过年的时候 然后 父母一般会在珠海这边 我们会团聚嘛 所以 挺想回家的 嗯 也在之外 嗯 我希望这个事情 千万不要发展成 千万不要发展成 嗯 阿伟跟阿子的那种情况 这是我不想看到的 我希望我们 能够 因为家人都说 我跟阿伟之间 堂堂比较懂事 堂堂比较理性 所以说 我希望是我理性的站出来 说这些话 来处理这些事情 因为 你们给到阿伟 很大压力的时候 他有时候 说出来的话 跟脑子里想的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就像昨天 我可以理解 可能阿伟他 情绪比较激动 或者怎么样 所以说 他说了一些话 是 可能是让 别人会讨厌他的 但是 他顾不了那么多 他就稀里啪啦的 就在那里讲 我不希望 看到他很失态的 这个样子 所以说 既然大家都说 我是姐姐 然后我比较理性 我懂事一些 那就我来 好不好 我们都理性一些的 处理这个问题 我说我希望 阿伟跟堂堂的家人 永远都是一家人 不要互相攻击 互相伤害 因为我们这个事情 然后如果伤了 你们的感情的话 这就是我的不对 希望不要 不要因此而激化 大家之间的 这个 矛盾 对 咱们都没有必要 所以说 家人们 不用去 不用去撮合 我们两个 也不用说 让我给他 多一点的时间 什么的 这个事就过了 对 就过了 家人们 如果说阿伟 有事情 需要我帮忙的话 如果遇到 什么事情的话 如果是堂堂 能力范围内的 我都会帮他 但是如果 阿伟过得 很好的话 家人们就没有必要 再给我提他了 如果他有困难的时候 你再告诉我就可以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不要跟我讲 好不好 家人们 也不用去说 那个 也不用去说 帮我撮合什么的 真不用 不要这样子 行 没吃饭 你让他 吃点饭吧 对 怎么办呢 那要 分开的时候 大家都要体面吗 再说 这又没有分手 对吧 要体面一点 成年人 不要去做那些 很幼稚的事情 嗯 对 我也 我也希望安慰 能够快点成熟起来 不要再 下次 等我这么脆弱的时候 不要再让我站出来 这么冷静的来处理问题 我想 我想找一个 男生 这也是我今天想明白的 就是我想找一个男生 当我再次出现 类似于今天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不一定是这样的情况啊 家人们 就是类似于我现在这种心情 或生活中 遇到什么事的时候 然后他能出来帮我扛一扛 嗯 因为自己的话 挺挺累的 真的挺累的 我也不想 我也不想总是这么懂事 对吧 可以在找一个男生 在他面前 不用很坚强 也不用很懂事 对不对 什么 哭就会赢 谁哭就要 就会赢啊 家人们 别听叔叔太多 叔叔是个对我好的人 他说我会去听的 嗯 但是如果叔叔 叔叔应该不会去 不会去 再去提我们感情的事情了 家人们啊 嗯 小凡 每个人都 都是自私啊 家人们 哭呢 就哭出去 不哭啊 堂堂不哭 家人们 堂堂才不会哭 哭什么呢 嗯 昨天你们说我哭 我都不承认啊 家人们 我可没哭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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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自己 太太草率 家人们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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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生气吗 家人们 有 有 有 因为我跟堂堂 我跟阿伟 昨天晚上这个事情 有影响到你心情 或者你现在还觉得 没有办法 释怀 或者原谅阿伟的吗 有的话 扣个一 就因为昨天这个事情 然后现在 是有情绪的 没关系 实话实说 有情绪吗 哎 那我怎么才能让你们好一些呢 家人们 我做些什么 可以让 家人们 你们心情好一点呢 你们告诉我 我可以给你们做点什么吗 我感谢了 你们就高兴了 好 那我就尽量 开心一点 好不好 嗯 我说 可能一天的时间 是不够的 一天的时间 是不够的 我们就两天 两天 就是三天 五天 都没有问题 谢谢天牌姐姐 嗯 我会开心起来 会让你们